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Hello 大家好 我是诗诗 当时看剧本的时候就觉得我是一个最佳辅助 经常会在关键时刻帮助裴行姐 也帮助小豆子 就是琉璃 就好好看看剧本 好好传播传播角色 就看看其他人的戏份 就知道你在这里面的功能和作用是什么了 爱操心 然后挺爱乐于助人的 其实我表演上没有什么难点 就是因为五妹娘这三个字 大家对她有个很客观的印象了 一开始就会比较担心 大家会对五妹娘的印象太刻板和主观了 然后就不太容易接受我们现在的这种剧情设定吧 就是差不多是吧 那除了搞事业没什么可搞了 热 热 热 从开机那天就开始就很热 一直到现在每一天都很热 很热 杨妃带着人来我的宫殿 要借着找猫的名义 想捉肩我和裴行点在床 但是其实没捉到 然后那天就是因为要堵着它 就在我宫殿门外嘛 那个太阳晒的 我到现在这一片都是泡啊枕的 就能晒 就那一天就晒人脸 因为那天全在日外 一点没遮没挡的这样 角色无大小 角色也无好坏 只要他足够能打动你 你就有的演 你就去演就好了呀 不是说一定要演老好人 或者演全世界都爱你 这才叫好角色吧 我在我的理解是这样的 我只担心他们会说我胖 因为我刚开镜头真的太胖了 其他的我都没什么可担心的 平常我还挺喜欢运动的 健健身啊打打高尔夫什么的 然后这个戏因为太热了 所以私下里我只想摊着 什么都不想动 雪月洲是第二次合作了 感觉雪月洲挺累的 这个戏拍的挺辛苦的 然后那扎是第一次合作 真的很漂亮 我第一次见见了 哇怎么那么白那么好看 最生气的就是有一场戏 我是光头 然后他还那么好看的 站在我面前 我就很生气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设定 我不是年轻人了已经 我不知道年轻人他们都怎么打开的 无所谓能上就行 我无所谓 天天在上面天天有就好 无所谓 是一部非常精品非常良心的剧作 然后我在里面扮演的是五妹娘 希望大家可以多多支持这部剧 也多多支持我 就是刚开机的时候比较胖也很正常 因为糖尝嘛就是以胖为美 然后后来我开始搞事业了以后 开始有点小心机了以后就开始变瘦了 所以你们要多多包容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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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